法国战舰蒲月号 军舰穿越台海引来中国强烈抗议 但从法国的回应 竟然看出和美国站在同一边 事实上法国海军 大约每年都会通过台海一次 去年5月 法国海军的两栖突击舰 曾在南海巡航 2015年也经过台湾东部外海 泛国媒体近来 对两岸问题多所琢磨 这回派出巡防舰 又通过美方故意让消息曝光 等同负荷美国政策 加强在印太地区军事活动 打脸中国阻止台海 变成中国内海 在那些新闻上 报道